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长期使用龙胆蟹肝丸对身体有什么危害呢? 今天沈医生就告诉你,并把正确养肝清活的方法教给你 有的人觉得口干口苦心情不好 有时候还乱发脾气,头疼头晕,邪乐跟着疼 舌头红舌苔黄,觉得这是肝火旺盛的表现 往往就会想起龙胆蟹肝丸这个有名的倾泻肝火的药物 想要尝试一下,但中医是讲究辨证治疗的 如果你确实是肝精湿热导致的肝火旺盛 龙胆蟹肝丸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但是如果你的症状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 那一味的使用这种含粮的药物就会伤害我们身体的正气 导致脾胃虚寒,引起其他的疾病 所以我们在选择忠诚药的时候需要辩证论治 谨慎参考 下面沈医生就告诉你引起这些症状的其他常见症型 并教你参考对应的忠诚药,正确调理 如果你在口干口苦脾气暴躁的同时 还容易出黄色的汗,躲在腋下和大腿根部 可以把浅色的衣服染黄 有时候还会耳鸣觉得耳朵嗡嗡响 这个时候就是肝胆湿热 参考龙胆泻肝丸来倾泻肝火是比较正确的 如果你的心情不好,头晕头疼 是肝气淤质,愈而化火导致的 平时还经常哀声叹气,心情压抑 总是想哭,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觉得胸口闷得慌 邪了疼,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参考一个单智逍遥玩 来疏肝解瘀,倾泻瘀火 如果你也总是觉得口干口苦上火 而且舌尖比较红,舌尖上也很容易长口腔溃疡 到了晚上还容易心烦,翻来覆去睡不着 做梦比较多,睡着之后还容易出虚汗,倒汗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心火抗盛了 我们可以参考一个天王补心丹 来养心清火,安神助眠 那如果你的舌头红,舌苔黄 但是口气比较重,还经常觉得肚子胀,肚子疼 经常打嗝放屁,解大便的时候也不通畅 大便很容易粘在马桶上,冲不干净 这时候可能就是脾胃湿热了 我们可以参考一个货香轻味胶囊 来倾泻脾胃的湿热 以上就是沈医生分享的几种正确清火的中程药 你学会了吗?如果还是不能准确判断自己的症状 就不要随意用药了,可以寻求医生的辩证指导 好吗?